今天帶布里士們的朋友過來抓迷迷 他們也就是有一個種種 不知道要去哪裡的時候趁著退潮 過來撿幾個弟弟晚上回去加菜 現在這個季節比例已經很多了 但是有看到好幾個孔 手一搓 看到腳踩了一個 這裡有好幾個痕跡 每個痕跡下面都有一個 隨手就撿了四個 抓蛤蜊還有一個就是看痕跡 它那個潮水這樣勾回去的時候 它的呼吸管會生出來 然後會跟水形成一個阻力 就有一個有點像一個倒閉這樣子吧 這裡有看到好幾個 在這裡對 這樣子 這個就是痕跡 這裡有一個 隔壁還有 這個就是痕跡 這裡有一個 再來看呼吸管喔 這樣刷上去 刷回去的時候很薄 這裡 這樣它準備要退回去的時候啊 就形成一個像三角形一個大兵 我去找那個痕跡就好 有時候是垃圾 但有時候就會遇到下面是屁屁 這裡有一個 這裡自己刷出來 又一個 邊走邊看 好 要退回去了 這個有一個 不知道 抓不完的海鮮 抓不完的海鮮 想吃的時候就過來 隨便抓緊喔 剛剛看那個有一個大的 我們待會再看 全讓退回去 然後等的時候腳就原地戳 這好像是 這 這裡 繼續等 退回去的時候 這個 等的時候啊 水上來的時候 就用腳 原地戳 一打轉 碰到像石頭的感覺 的感覺 就是了 這裡嗎 剛剛這裡還有一個 抓了哪一個 因為現在正要退潮啊 這些蛤蜊都是趁著海水上來 然後把它們拉回去 他們就是這樣移動 海浪上來 拉回去的時候啊 他們就趕緊就 跑到水潛的地方 跟著 爛回去 在這裡 看看隔壁好像 其實屁屁在圖裡面啊 跑得蠻快的 現在走回去啊 前面找我朋友 那我們就一路上看看 可以抓幾個人 看看這裡一個痕跡 附近還有 怎麼會打架 剛剛說完抓一個 繼續走 抓蛤蜊還有一個 就是看痕跡喔 它那個 潮水這樣勾回去的時候 它的呼吸管會生出來 然後會跟水形成一個阻力 就有一個 有點像 一個 倒壁這樣子吧 這個都不是 這個垃圾 然後這種沙子太粗了啊 這種 粗顆粒的沙子啊 比較少 比較少PV 蛤蜊 我們爹就 趕緊走過這個 然後 就前面那個比較細的沙子 我們在原地打轉一下 試試 可以看到一個冷靜 有時候啊 看到那個痕跡了 結果下去沒有 那個就是海蟲 下次我再分享如何抓海蟲 找痕跡都是一樣的 都會有一個三角形 欸 腳剛剛 腳剛剛踢到了一個 被水沖走了 沖走就沒了 哇 這裡有好幾個三角形 這個 這個 這裡剛剛好幾個 這裡又有一個 這個 一看 腳這裡又踩到一個 整是 一裡的家 一裡的家族 整整群住在這裏 整整群住在這裏 這樣的時候阿 腳就隨意地 再底下搓 對 他是會碰得到 剛剛看好幾個 等這個 浪過了 蜜蜜很大,上來一點點 這裡也有 是不是很容易 想吃的時候,六狗就順便挖幾個回家,轉湯 看他附近還有 他挖了一個 繼續往前 抓回去的時候機會就來了 殺手 這裡有兩個 頭搗亂了 跑過去屁屁就下了 繼續走 繼續看 他們在那邊休息了,抓好多 哦 機會就來了 這裡有一個 稍微去做機會哦 這邊走邊看,其實這裡都還很多啦 就走到我朋友那邊去 這裡有看到好幾個 在這裡等一下 這個就是痕跡 隔壁還有 隔壁還有 這個很大 三顆 三十關 再往前 這邊 沙比較粗 比較不好發現 含貝殼這個沙比較粗 心理不喜歡 澳洲的保育啊 是做得很好 支援又豐富 東西抓不完 每個人都 限量抓完就夠了 現在每個人都 抓三十顆 自己夠吃就好 想吃就下次再來 不用說一次要抓一大把回家冰 冰的也不新鮮 吃太多也不好 偶爾來玩玩還不錯 看到那邊有痕跡 看到那邊有痕跡 好冷 很多雜質不好看到 看看我剛剛的口袋 一把 剛剛你的口袋 撿到我腳上尿尿了 是嗎 好你就殺到了 他剛剛 他剛剛 沒有他 他覺得你冷 他覺得我們抓多少 OK 2 2 1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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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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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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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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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10